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我的寿业 你不做什么反而借钱 你是想惊死我吗 今天是爷爷寿业 你们两口子空着手来就算了 怎么还好意思问爷爷借钱 你这个丧门心 你是要让我们家丢铁脸是吧 你赶紧给我起来 老太爷 你远说 今天再不给钱 我母亲就活不过今日 总应该借我五十万吧 这五十万我来想办法 他今天不说这些 五十万他也配 你那个向向的妈死了 你是好事一桩吗 大哥 说话也太过分 你大哥说的是事实 那丧门心的妈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追不起的话 随便找个土坑埋了吧 老太爷 您全当我尽孝 我们家实在没钱 有你这么尽孝的妈 出去 马上给我滚出去 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老太爷 你要上马骨 你的脸都丢弃了是不是 你跟他滚 想要凯了十万 你先拿着 剩下的我想办法 老公 我知道你的公司瀕临破产 这是你最后的继续了 我不能要 拿着 老公回来 你可别忘记 你是出嫁的人 都怪我没能力 才一直亲戀你 喂 你妈妈恐怕不行了 你快来接她最后一面吧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起了 我马上凑到钱了 你不能有事啊妈 你不能有事啊妈 你妈有结果 但是你妈不好 脱了呢 你妈走了 你知道 弟弟 是要去找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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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什么呀妈 我妈不是已经找死了吗妈 是孟洁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但你们母女受苦了 我是你的父亲 消失开了 我没有你家 跑去亲子的父亲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 但这是事实 我没有你家 没办法照顾好我们母女 但是我们孟洁 现在已经是地独的首富 你是孟洁 唯一的继承人 你是孟洁 你是孟洁 唯一的继承人的 唯一的继承人的 我没有你家的父亲 我没有你家的父亲 你清醒一点 你知道你今生会 但是你身上流的血脉 是孟洁 的 别来家的 你家伙可别让我 你不帮忙了 让我去找一下 你通融一下 我这里有十万块钱 其他的我会想办法 通融 我们这可不是福利员 没钱的话通融 不要 通融 你 你 嗯 那个 孟洁 家众 他在台 这里是一个一 这 风风光光的 快去 孟洁 继承小家的事 你还是考虑一下 你的一万家产 真的救活我妈妈 有钱都能弥补你的错吗 没门 秦姐 如果不把我妈安顿好 我这一辈子都害你 大小姐 您这事又何必呢 我看啊 您还是好好收拾收拾 回小家去继承遗产吧 您的父亲 他可是帝都首富 肖家家族 以后啊 您就有想不尽的 荣华富贵啊 我过去啊 孟洁 孟洁 妈的事处理好了吗 如果钱不够的话 我再想办法 没事 我再处理好 不是啊 你都泥不住过家 自身难保啊 还有闲心 关你那个丧门星老婆呀 我可听说 你的公司经营不善 资金链都断了 起来这个丧门星的女人 有这么个丧门星老婆在 这公司破产不是迟早的吗 爷爷 以我看这公司还是收回的好 免得到时候亏了钱 还是我们储家的 老公 公司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不是的 不好是一时的 公司很快就能好起来 我看 他们说的没错 你要是管不好自己的公司 我就收回经营权 那天明乃管 爷爷 可千万不能收回经营权啊 我们全家都靠这个维系生计 你要收回了 我们怎么活呀 混账 自从你娶了这个上门星的女人 不仅客死了你爸 还让生意 以我欠账 你是想那主家 特定败罗吗 老婆 还是你的寄谋好啊 只要让其他公司的负责人 知道朱天明 有个上门星的老公 那以后他们都会 转到我公司的 那当然 谁做生意不图个激烈 不 爷爷 爸死是因为车祸 跟孟杰一点关系都没有 爷爷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让公司好起来的 住嘴 我看 这楚家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你取得这个 上门星的女人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你跟他离婚 回家好好做事 要么 你跟他一起滚出处境啊 爷 对不起老公 是我一直拖累你 才让你在楚家的替贵 变成这样 都是我的错 要不我们还是分开 你说什么胡话呢 你是我老婆 我没能让你过是好儿子 是我一能 怎么能怪你呢 老公 谢谢你 可是我 可是我 儿子呀 你怎么这么执迷不过你 爷爷 你觉得是我老婆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我再求您最后一次 给我一点机会 好 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天之内 你如果能够签下价值千万的项目 我就不再收回你的经营权 爷爷 您放心 我就算是球 我也把这个项目求 这少子没救了 就凭你那破公司 三天签下价值千万的订单 简直比登天还难 哎呦 我看这楚世阳是彻底完蛋了 老太爷 我说不需要三天 只需要一天 你说什么 我说只需要一天 我就能让世阳签下项目 而且价值上亿 你 你疯了吧你 还上亿的项目 你要害死我儿子吗你 我没疯 等我打个电话 老公 你先起来 等我 你 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回肖家继承家产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说 谁来愿意回来 别说一个 一把个人来 我希望你现在立刻准备 一个价值上亿的项目 给我老公 楚世阳的公司 好 这可是问题 刚好 但从天新国庆 都没过大 这都市场 就将给你来做 你想送多少 就算多少 那就先送两个亿吧 放心吧老公 现在的我 和之前的我不一样 从前他们轻视过 数落过 现在 一定会把他们 踩在脚底下 老婆 你该去干嘛了 老公 我让人送项目来了 你放心 这一次 谁都不敢着急 再说胡话 你敢想想的 在丧门心 让人送上亿的项目 谁给你送 也能给你送吗 大哥 你说话可得注意点 要是待会项目 真的送上门 你可千万别眼红抢去 我抢 你干什么玩笑 你要是真能送来 我给你磕三个小铺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待会项目 要是送到 你就跪下 给我磕三个小铺 应大喊 我是废物 如何 我怕你 要不你什么 你的人被骗歧 没问题 谁要是反悔 死爹死妈死爷爷 你敢发毒誓吗 有什么不敢 我还怕你反悔呢 够了 你们两个都不要闭嘴 天心国际总 在任总委呢 人总怎么有时间 大家光临 快 你别请 这任总可是贵客啊 楚世洋先生 我代表天心国际 有一个两个亿的项目 想与您合作 或知您是否愿意